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次呢 在二月份的德国公开赛 张继科呢 也拿到了一战 好于这个张继科 好球 好球 对 我很高充分 我看完 我看了 很冷 这个公司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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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专门 因为术大利 好球 杀伤力不够 今天一改了 好球 今天王浩有超强的旋转和力量 双方在第二局打成六平 好球 准确性 相持 现在 一比七 然后现在 出 正常的情况下 要快很多 要快很多 正常的情况下 开始发力 好球 好的 放开 然后发力 非常漂亮 然后端端开始测 发力 往后拉住 大发力 正手对拉 好球 好球 很漂亮 不要 对 他也有这个爆发的时候 我们来关注一下 好的 反正暴空 这次王浩在摆短的时候 好的 方逆科爆发了 王浩测试 这次很可惜 然后 十五四 发挥出来了 各自的想法 追 调起来 形成对落 动到快 又是正手发球 十五五 双冠军的第三人 也就是季佩尔森孔林 现在王浩呢 摆短高了 好的 现在王浩呢 在发球 来打乱对方 这个都需要 去运用 这个只是单一 这个行动反正 对落 现在 8比3 张继科拉起来 又是一个反手的爆冲 现在张继科不管是什么 发力 高球 王浩放 这样张继科拿到赛点 10比3 张继科在得一分将成为 在一年 紧随其后 获得三次 南大冠军 1比3 这样张继科 又圆了一个梦 张继科离他最终的梦想 大满贯的梦想 越来越近了 我们也期待在明年的 伦敦奥运会上 张继科 还能够以既往的 打进决赛 争取最后的冠军 那么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这个 男子世界杯的决赛呢 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是由杨颖 为您解说的 观众朋友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